因为信仰让我对于爱这个东西 觉得可以有盼望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比林慧君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这回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在录音间里又唱又跳 摇滚教母金志娟 高音依旧洪亮 宝刀未老 她当爱的超人 传递快乐与爱的能量 但结婚这件事情 一度对她来说 很遥远 没有期望我觉得太难了 因为我自己谈恋爱都不成功 我的父母也是离婚 你可能会觉得说 你对这个一夫一妻从一而终 你可能觉得这是世界上很难的事情 金志娟出身高雄岗山的空军家庭 在她的童年印象里 爸爸妈妈总是在吵架 动不动就刀光剑影的紧张关系 在她国小毕业这一天 毫无预警地结束了 我毕业典礼结束我回到家 家里没有人 然后就看到餐桌上有个字条 是我妈妈写的就说 娟我我跟你爸今天离婚了 这样 就是一个字条告诉我 然后她说她会带我的大妹妹 去跟她住 妈妈留下一张字条就离开了 留下金志娟跟弟弟小妹三人 跟着当空军的爸爸一起生活 我爸那时候他为了影响我 他还去买了立体声音响 然后还买了几张那种 李斯特奏名曲的古典唱片 要培养我的气质 但是后来我还是跟着他一起听西洋歌曲 音乐不再是单纯的音符组合 而是父女两之间温暖亲情 但在金志娟高二这一年意外降临 因为我爸爸出车祸的时候 是在高雄 那我人在上课 回到家 家里空五一人 黑黑暗暗的 然后餐桌上留一个字条 是我弟弟 他那时候才小学 那个很稚嫩的笔迹 他就写 大姐爸爸去世了 去爷爷奶奶家 纵然已经过了四十年 回想爸爸出意外的那一天 依旧是金志娟 埋在心里最深的痛 就拿了那张纸 然后往爷爷奶家走过去 等到我按了电铃 我看到我叔叔来开门的时候 我问他说 爸爸呢 他就说你先进来 在那一刻我知道是真的 然后在那一刻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记得 反正我就是一直哭 除炉其来的消息 让金志娟崩溃了 跟爸爸亲力互动 一幕幕就在眼前 你跟爸爸感情是这样吗 对 是灵力皆知 是非常要好 因为我爸 像我注册的时候 我爸会骑摩车 传皮夹克戴上那个 Ray-Ban 太阳眼镜 骑摩车 在我上山去注册 然后注册的时候呢 一下车 我同学都问 哎 你男朋友 我爸 对 然后 像过年啊 他会说 要不要去买新衣服啊 这样 就是比男朋友还贴心 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金志娟靠着跟爸爸 最深厚的连结 音乐排解思念 靠着听大量的音乐 几乎每天会买一张新唱片 用这样的方式来重现 跟爸爸相处的时光 也因此走上音乐这条路 成了秋秋合唱团的主唱 1982年就在今夜这首歌 让秋秋合唱团一炮而红 金志娟那略带撒哑的独特嗓音 加上强劲节奏的摇滚曲风 为当时流行民歌的台湾乐坛 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奠定了他台湾第一代 摇滚女生的地位 专辑推出红片大街小巷 但无奈成军了第三年 因为男团员相继当兵去 团体被迫解散 之后金志娟单飞 继续在歌坛闯荡 因为在那之前 我的给大家的印象就是 就是快歌跟团一起这样子 那可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要三十岁了 他们一直在琢磨 就是要怎么帮我转型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飘扬过海的来看你 为了这次相聚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 都曾反复练习 1991年这首歌 让金志娟歌唱事业再登高峰 那时她28岁 从小女生蜕变成女人 为爱走天涯的歌词 字字句句透着远距离恋爱的心酸 跟无奈 写的正是金志娟的真实故事 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成功的恋爱 对 远距离恋爱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客观条件的不能配合 对 所以就没有办法有个结果 有什么的朋友 我是小三 原来对方是一位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工作的舞者 两人一见钟情 热恋两三个月后 她考虑结婚 有一次喝咖啡 我就试探性想问她说 你以前有几个女朋友 她就说 我结婚了 空气凝结了五分钟 我并不知道说她的已婚的身份 然后介绍我们认识的人 也没有刻意提 所以对方以为我知道 但其实我不知道 金志娟这才意识到自己成了第三者 甜蜜相恋 瞬间变成夹杂苦涩的婚外情 当男友结束香港工作返回大陆之后 每每都是金志娟飘洋过海 飞到北京会男友 不过当时两岸才刚刚开放 交通没有那么便捷 花时间又花钱 金志娟还曾经拜托 一块在纽约念书的艺人王菲 当两人的信财 对她都见过 她都知道 不过这段恋情 在得知南方太太怀孕的那一刻 金志娟毫不犹豫决定退出 后来再一次闲聊中 她把这一段异国苦恋 讲给李宗盛听 就是过了几天 她就拿了飘洋过海 来看你这首歌的歌词 给我看 这样子 我一看我是 我当场吓一大跳 因为我觉得说 我才跟你讲了不到三分钟 好像你整个过程 你就在我旁边 金志娟透露 当时在录音室里 常常唱到大哭 专辑推出 获得好评 但她的心 一点都不快乐 对于未来的茫然感 蔓延成了恐慌 直到好朋友成声 点醒了她 那那次升歌是我的制作人 然后就唱了一次两次 她就又说 那个干面 干面很好吃哦 我叫了干面 你出来吃哦 不用吃了 我赶快把它割录完 我可以下班回家了 这样子 然后又唱两三遍 她说 你出来一下好不好 后来没想到一出来以后 她就很劈头 就问了一个问题 她说 你有想过自杀吗 这样 很奇怪 她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我就立刻掉眼泪 对 说实话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立刻掉眼泪 我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 那个时候 我自己呢 就是 有一种觉得说 好像我追求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是我要追求的 可是追求到了 又并不快乐 对 那种感觉 所以你就觉得说 那我每天 这样子拼命是要干什么 就有一点 知道未来要做 对 对 就你开始会对 就是 好 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花上一个问号 后来金志娟借助宗教信仰 走出低潮 也在教会里 找到金生的伴侣 谢元吉 其实 经历过前面的几段感情之后 对婚姻是蛮不抱期望的 我先生呢 他小我将近五岁 那他是美国长大的小孩子 对 那他认识的我就是 就是本人的我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我唱歌的这段时间 这样子 谈起老公金志娟化身幸福小女人 娇笑说着 27年前 那场精心布置的告白 那个安排不牙于求婚 他原本的设计就是 我一回到我家 我就会看到满地的玫瑰花 还有气球 然后我看到桌上中间会有个卡片 卡片就是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愿意的话就把一只玫瑰花丢下去给他 这样 他会在楼下唱 I swear 这首歌 我根本没有看到卡片 唱完以后要看 我怎么没有丢花下来 你知道 他就想说 好那再唱一遍 他唱了三遍 然后就派了一个姐妹上来问我说 她说问你要不要做她女朋友 那我考虑一阵子 我觉得可以 所以我就把每个花丢下去 那这就是她倒霉的开始 招往半年就闪婚 金志娟逐渐淡出荧光幕 回归家庭生活 却是她跟先生学习夫妻相处 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新婚头三年 因为价值观的不同 几乎天天吵架 那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 被管理员叫住 她说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们知道新婚夫妻 难免会吵架 那你的声音可不可以小一点 我就想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不是我老公的声音 是我的声音小眼 各种生活大小事都能吵 不过在争执的过程中 金志娟无意识地某个举动 时常让老公傻眼 我的父母亲呢 他们最终离婚收场是因为他们婚姻会有暴力 这样子 所以我对于吵架这个事情 很快就会联想到就是会有暴力那一步这样子 所以每次我们开始情绪不太对的时候 很奇怪 我就会不自觉地要去把家里的刀具 或者是任何的什么 就是就想要往外丢 我老公看得出更生气 他就想 你在做什么 这样子 我的老公他最怕是不沟通 可是我最怕的是错误的沟通 所以我们就好像天平的两端 就是两个人要想办法走到中间 对 那 我很感谢我老公他不放弃 因为我是选择不讲话的那个人 可是他会 他会尝试 他一开始才会说 你不讲话 好我也不讲话 五分钟到了该讲话了 或者是 我觉得我一开始 你知道沟通也是需要练习的 我不知道讲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脑袋 就是想到都是气话 情绪性的话 所以你更觉得说不要讲出来 那他就会想办法给我是非题 你是不是因为我刚讲那句话 所以你觉得什么呢 是的话点头 然后他就从这个是非选择题开始 然后我慢慢慢慢地 我觉得我可以开始讲 有挑领地讲 所以我就慢慢学会就说 OK 吵架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吵架 他至少有沟通 对 他没有说就整个 整个关起来 那就无解了 婚姻关系磨合了三年 渐渐建立起双方沟通的默契 也因为儿子达达的出身 两人深觉当爸妈了 得做出好榜样 不再争吵 妈妈 妈 妈 后来 妈 在结婚的第六年 女儿妮妮也来报道 却在三个月大时 被诊断出 罹患先天性心脏病 照完了穿一波以后 他就写下来几个字 就是主动脉下锁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 那我现在我也马上就去安排病房 跟手术 你就当场就看到你手上的baby 现在是什么 现在一切都很超现实这样 心疼女儿小小年纪 就得面对生死关卡 幸好手术顺利 女儿恢复健康 母女俩还曾一块上节目 我如果刚才讲话 她会理我吗 可以试试看 我试试看好了 真的不太会跟小孩相处 你是... 妮妮 你几岁 你是几岁 你不要这样嘛 我只是想要问你 你几岁 两岁是不是 妮妮 妮妮那... 那妮妮有话好说嘛 你喜不喜欢看卡通 皮卡丘 妮妮 你认不认识我 我是小S耶 不管小S怎么试着亲近 看得出来 当时才两岁的妮妮 挺有自己的个性 如今一双儿女都长大了 也遗传到金志娟的音乐细胞 想到这个我老公就很气 他就觉得说他的基因去哪里了 我老大喜欢弹贝斯 但是他也喜欢做编曲 那女儿喜欢弹吉他 然后现在社团也去加入了热门音乐社 出道40年的人生淬炼 让金志娟独有的高亢嗓音 更添温暖味道 当年的摇滚教母 如今的幸福人妻人母 金志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 努力活得精彩 以上是我这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听完故事的你有什么心得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哦 也麻烦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找到阿比妹妹的单元 并且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阿比分享的故事内容哦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们下回见 哈喽IPbody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 这一个中天保养品牌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我们一整天都在外面工作 所以很重视能够长效保湿的保养品 再加上外面的太阳实在真的很毒 所以需要擦一些 可以修护舒缓的保养品 现在推荐你 这一个中天KS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上快点给我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号码 CTI216 还有折扣优惠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